大家好,我是超纹 新春佳节,祝大家龙行达达 虔诚朗朗,生活业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蒸鲜龙鱼 龙年吃龙鱼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如龙游四海,采源广进 如龙五九天,家庭和睦 鲜龙鱼很多人买回家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做 看完这个视频,您就全部明白了 首先,把崽山好的鲜鱼 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倒入没过鱼,70度左右的热水 鲜鱼的表面有一层粘液和盔甲 需要用热水烫一下 才能去除,水温很关键 太凉,烫不掉,太热 会把皮烫坏 在热水中浸泡40秒钟 再用刀刮掉粘液和表面的盔甲 这一层粘液是非常腥的 一定要去除干净 背上及腹部的盔甲非常硬 不能食用,去除干净以后 鱼肉以及鱼骨都是可以吃的 然后在鱼背上擀一子花刀 间隔两厘米左右 这样鱼肉更容易入味 更容易成熟 我们能吃到的鱼鱼 都是人工饲养的 相对来说 腥味比较大 所以在蒸之前 需要腌制一下 盆中放入葱姜 一小勺盐 少许胡椒粉 蚝油 料酒或者黄酒 用我的右手把葱姜 攥出汁水 改好刀的鱼鱼 放入盆中 用手涂抹按摩均匀 腌制十几分钟 腌好以后 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再放上一点小葱段和姜片 我们在做清蒸鱼时 最好提前 先把锅中的水烧热 因为热水可以迅速锁住 鱼肉的水分 蒸出来更鲜嫩 还可以减少蒸制的时间 盖上盖子上汽以后 蒸十分钟 可以根据鱼的大小 减少或者增加蒸制的时间 利用蒸鱼的时间 准备蒸鱼必备五彩丝 葱叶子 葱白 红椒 叠加在一起 切成细丝 一小块生姜 去掉外皮 同样切细丝 再来少许香菜梗 切好以后 放入清水中 浸泡五分钟 蒸好的鱼 关火以后 先不要着急取出来 在锅中再焖一两分钟 会更好 这样蒸出来 口感更鲜嫩 而且不柴 蒸好以后 用筷子把葱姜剪出来 蒸鱼的汤汁 可是好东西 倒入碗中备用 鱼身上 撒上准备好的五彩丝 再浇上烧热的葱油 刺出香味 最后放入白桌汁 或者蒸鱼汁油 一道鲜香滑嫩 不腥不柴的 清蒸熏龙鱼 就做好了 关注我 让您在家做大厨 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 再满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